有网友问,明朝士兵一年公子十八两银子,为何打不过一分钱公子也没有的清朝士兵? 你怎么看,明朝的卫索兵待遇差得让人瞠目结舌,但是,明末拥兵还是可以拿到一定的军饷,但是问题在于拿不到手上。 明朝卫索兵每年都必须上交粮食,按照规定,每军填一份,那争粮食二食,余粮食二食。 但是遇到灾荒,负担就会非常重,特别是遍地前多沙达,接以剑气早寒,在多州上,明军士兵在纳粮以后,往往自己已经家破人亡, 而且士兵还有摇椅,从军摇,马架,木席,采办,空军,买马等等,各行各色。 士兵们每天种地,摇曳,苦不堪言,而侵占军前的事情又越发严重,导致士兵更加无法按时按料缴纳军粮。 明史皇福传记载,皇福,成化二十二年军府严随,逐渐是族旗衣不避体, 坦约,进而家平之事,和面目临其上,军族旗小穷的连衣服也致办不起,可见其宽众至极。 士兵们穷得连妻子,小孩的衣服都买不起,每天衣服遮体。 明朝拥兵确实发放工资,但是经常献想。 巡抚都御使刘林就说,大同等地军队,从正德七年一直到家近四年,竟然一直献想不发。 镇守边关,苦喊击破,竟然三年一分钱工资不发,全部拖欠。 重真更是在位十七年,拖欠军想十几年,几乎从始至终,明军都是饿着肚子喝起北风在打仗,清军入关,几时上半。 万明军成见着投降,也是期望清朝可以给他们钱生活。 不光去想,还要空越马前,就说去空想。 重真三年,光明军缺别二点三万人,缺别战马金三万几。 明朝播发的白影,早就被一层层贪污了,到了士兵这里就是连线几年的拖欠工资。 而且,清军是有军想得的,而且清军无论平时还是出战,工资还高于明军。 同时,清军基本不欠想,在绝大多数情况下,都可以按时发放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